记者会由国贸局局长汪宜定谱时,他在会中首先说明,由于这一件不法案件的发生,使合法厂商的配额受到了影响,如果美国方面有误解发生,政府将会设法解决。 汪局长并且表示,今后如果再有违法事件发生,国贸局将社交厂商的有关证照,没收配额,收回已经出口的货物。 汪局长同时表示,政府绝对保障合法厂商,并且向美国争取配额,希望各地出口厂商放心。